街舞四终于定档 国外街舞大神奇剧 王一博能否延续神话 这就是街舞四终于定档了 按理说早该定档了 但7月两位队长双双被选中录制建党百年特别节目 延迟了这就是街舞四的录制 眼看着暑假都要过去了 才姗姗来迟 8月14日起 每周六晚8点播出 官微每天都在预热 一通狂轰乱闸 想必又将掀起一轮街舞热潮 最新物料是四位队长的首秀造型曝光 上一季的王嘉尔和钟翰良两位队长没有现身这 就是街舞四的录制 节目更换为两位新队长 韩庚和Henry刘宪华 韩庚是街舞元老级的队长了 他只缺席了第三季的录制 对于节目套路得心应手 只有Henry是真正意义上的节目新人 不过没关系 他队长在这里 一定会像多年以前那样照顾他 现在的互联网早已换了一批人在混 永远年轻的追星女孩 还有多少人知道 Henry和韩庚曾经是队友呢 作为Super Junior的中国小分队成员 Henry当年刚加入队伍时 粉丝对于这个空降兵十分不满 韩庚担心他不适应这种生活 处处照顾他 录节目时 他总是把Henry拉到自己身边 想尽办法给他镜头 后来韩庚离开SJ回国 Henry总记着韩庚对他的好 一晃十年过去了 两人在街舞中重逢 拥抱时Henry很开心 Henry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 连中文都说不太好的小妖 他在娱乐圈的摸爬滚打中成为了前辈 却在韩庚面前永远是那个眉眼弯弯的弟弟 这种感情 旁人不会懂 韩庚的首秀造型给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他在一波又一波年轻爱豆的冲击下 已经不再有拼的心切耳 而是坦平 毕竟已经年进不惑 干净清爽最重要 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交给小年轻去做 Henry重归重举 他还不熟悉节目氛围 首秀造型选择比较保守 加克搭配牛仔裤 这一身而去走红毯都够了 不太像个舞者 发型也不够推陈出新 Henry团队目前的策略 还是按照舞台爱豆的套路来的 希望后期能更放得开一点 王一博在街舞中的造型一如既往 不让人失望 最简约的黑白搭 靠一些饰品加强视觉冲击 好让整体造型不至于单调 精致的小脏变耳加重了他身上的hip hop泛儿 可这两年的表演经验让王一博多了一些有理与爱豆之外的镜头感 实在难得 压轴出场的张艺兴让人有些看不懂 和上一季一样 他希望能在街舞的舞台上推广中国风街舞 于是他选择了传统样式的排扣上衣 却在帽子一侧流出一柳白金色的长刘海 本身全黑的造型就显得沉闷且厚重 白金色刘海却没能营造出轻盈感 反而平添了很多轻挑让整体造型看上去不伦不类 头重脚轻更被很多追星老油条非贬义一眼认出 这是copy了全智龙2012年在Fantastic Baby里的造型 copy就copy吧 还copy 人家那么多年以前的难道那羽艺人造型团队这么多年了就没有点自己的新鲜想法吗 张一星压不住这个造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全智龙的那种不羁感 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正统爱豆 从张一星上一记的表现中能感受到他时刻处于紧绷的状态 没有去享受舞台 带来的结果就是舞蹈给人的感觉不像王家而获 王一博那样行云流水心无旁骛 一味的追求某种风格会有太强的目的性 张一星如果放不开舞台艺人的枷锁也许他的舞蹈技巧会得到认可 但他的舞蹈风格却不能 看完四位导师的首秀造型对街舞四的期待值是不是更高了一些 街舞播到第四季如果拿不出点新鲜东西只靠导师拉收视率也起不到太大效果 所以节目组特意更新了赛制规则以求观众不要审美疲劳 国外疫情不见消停国际上大大小小的街舞比赛已经停了很久 前段时间街舞导演在采访中提到街舞四将成为全球疫情期间唯一一场大型街舞比赛 不是夸下海口 节目组邀请了全球上百位街舞大神 且要求他们必须在全球顶级街舞大赛中取得过名次 其他先不说几位导师真是有福气了 趁此机会多学几招 把咱中国街舞风生水起高起来吧 街舞节目组一直有野心 上一季邀请步步等国外街舞大神先试水 看反响不错 自己也有能力能把控节目节奏 这次索性借疫情因素 以街舞为品牌招揽更多国外大神 再借由大神将街舞进一步推广到全球范围 可谓双赢 除了参赛成员 在赛制上 节目组改变了我们熟悉的海选街道发毛巾的形式 为四位导师安排了专属街舞区 要知道 以往的海选方式对于一些选手来说 颇有些投机取巧的意思 选择人气高的导师街道 成功加入他的队伍 自然能凭借他的人气为自己添彩 而全新赛制中 选手进入街舞区是随机安排的 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谁 还真有点中国好声音转椅子的意思 这样一来 靠实力说话就变得尤为重要 对所有人来说都公平公正 街舞3之后 观众对于导师之间的Battle环节更加期待 在街舞比赛中 Battle向来是衡量舞者水准的最高规则 也是这个圈子最常见的玩法 这次街舞4邀请了众多国外大神 又煞费苦心以最公正的方式选拔队伍 可见Battle 只会比上一季多而不会少 四位导师都是爱豆出身 也都有着韩国练习生经历 他们被韩国已然成熟的爱豆模式打造出来 身上难免有些相似的禁锢 到底是归国爱豆祖师也含更宝道不老 还是新一代佼佼者张艺兴更胜一筹 是在国外长大 十八般舞异样样精通的Henry能轻巧拿捏 还是从小就学正统街舞 如今那与爱豆Battle之王的王一博 能延续上一季神话呢 话不多说 期待这 就是街舞四首播的那天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